在進行總質詢之前 先做以下兩項宣告 依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質詢 以疾答疾問的方式進行 每位委員詢答時間為30分鐘 如以兩議題進行質詢 每一個議題為15分鐘 採用聯合質詢時 依其人數合併計算 詢答時間但不得超過3人 二 一 登記 次序輪到質詢之委員如不在場 以放棄質詢論 採用聯合質詢時 其中質詢委員如不在場 亦以放棄質詢論 詢答時間不予併錄 首先 我們就進行 今天的總質詢 我們先請 管委員碧林 質詢 等一下喔 我宣讀一下部會首長 因公請假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 揚代理主任委員翠本日 因公請假 好 謝謝 現在請官委員碧林 咨詢詢詢答時間15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先請行政院蘇院長 請蘇院長 蘇院長好 我們來看一張照片 當時的意氣風發 但是那是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 記不記得這是哪一年 這是1979年 今年2019 40週年 蘇院長從政參與政治 參與臺灣的民主改造 40年的今年 您再度第二度擔任行政院院長 本席的心中是感謝跟感動 院長那天訴說您的心情 您說的是 你心有不甘 你心有不甘 你不願意看到 這40年來一手打造的 打造臺灣民主政治的民主進步黨 在這次選舉的時候 遭遇到這樣的結果 所以你認為你應該要來承擔 事實上蘇院長承擔了兩件大事 一個是承擔了新北市市長的選舉 一個就是承擔了行政院院長的責任 一年的時間要力挽困 蘇院長有沒有信心 有沒有信心 我對臺灣有信心 對人民有信心 這一路走來 如果不是人民的支持 臺灣民主的大門打不開 雖然很多先驅責 受苦受難 但整個風起盈湧 臺灣的民氣民力 讓我們今天走到這裡 但我們也要把握 當全面執政的此時此刻 民進黨有更大的責任 我們應該回應民意 而且如何做出成績 才能夠讓臺灣繼續走下去 當天回顧歷史 因為從歷史裡面可以找到初衷 院長 您參與政治的初衷 其實這張照片說得很清楚 那是什麼 那是勇氣 那是責任 那是對美好國家的理想 所以當我們回顧到40年前 您的自己找到這個初衷 我們來掌握未來的時候 未來的這一年 您踏上了第一步 才不過這幾天 蘇院長 我不覺得剛剛 我們的反對黨說 你是神隱內閣 我很不服氣 我們來看一下 蘇院長 非洲豬瘟 日本淪陷了 我們現在還滴水不漏 蘇院長 您上任才不久 1月27號 您就宣告 我們每年要撥補200億的勞保基金 政府負最終的責任 要保障全國所有的勞保基金 他們絕對不會破產 您讓法務部 修改酒駕的酒測值 改為0.75毫克的時候 做門檻 超標開車 視同殺人 今天他們也這樣要求 事實上蘇院長你早就做了 你的行動 衝衝衝 沒有話說 我們看到蘇院長 您到第一線放寬50萬以下的交易查核 平息了反洗錢的民怨 您也由中央帶頭加薪 月薪低於3萬的臨時派遣約故人員 您給他調薪 我們的人事行政長 最近才宣布 行政院各部會 今年派遣勞工 要減5成 我們的內政部部長 也要開放東沙群島 4、5月的時候要開放登島旅遊 最近 全序部的個案 雖然跟行政院不見得直接是您的職權 但是蘇院長之怒 一夜之間 我們應該要給予最高輔恤 也在一夜之間開會完成 這就是建籍旅籍 院長 我們有信心 您的責任在身上 但是 回到初中 看到您 當年 您的勇氣 您的熱情 至今不減 由這樣的初中 在我們的協議之中流動的時候 這一年的力挽狂亂 院長加油 無論如何 我們要做到 好不好 好 所以院長 我們再來看看 2018年的選舉 沒有錯 我們選得不好 當我們選得不好的時候 有很多的事情 我們想要改革 但是理想跟現實之間的對話 沒有完成 所以當我們修法通過了以後 執法的配套 所帶來很多的民怨 這些民怨 直接間接影響到了我們選舉的成敗 院長 檢討完成了沒有 盤點進行到什麼程度 什麼時候 我們四大法案 空污法所帶來的老車問題 空污法所帶來的機車產業發展的問題 空污法所帶來的種種的民怨 以及我們的勞動基準法所帶來 在執行時候 遇有干戈不入的時候 需要配套的問題 我們的農民在採收的時候 一粒一休所遇到的困難 我們的漁船在船上捕魚的時候 遇到一粒一休的困難 類似這樣的一個民怨 比比皆是的時候 我們盤點好了沒有 我們的遠洋漁業條例 黃牌還沒有拿開 但是我們動輒百萬跟數百萬的罰款 讓我們的漁業遇到這麼大的難題 我們盤點好了沒有 我們的民法修正的爭議 到今天我們同婚的法案快要算進來的時候 我們準備好了沒有 院長什麼時候可以給我們好消息 讓我們的人民在院長您所宣示的安居樂業 輕政簡明這樣的一個未來 我們很快會有答案嗎 剛才謝謝管委員指教裡面所點出好幾點 包括老車剛才我有點到 機車同樣的情況 我也看到有一粒修剛才點到的遠洋遺傳等 也都已經有點出自愛難行之處 及應該合理改進之點 這些都有這樣子做 至於相關的應該修法 或者應該提出各種法案到貴宴 我們也將在期限內提出 所以都會就方方面面 因為我們經過兩年多 經過民意檢驗後 確實應該謙卑檢討 勇敢面對誠實做到 所以這一方面我們都會盡力來勸 有沒有可能三月四月之間 到四月底之前 我們所有的檢討完成 我們所有的配套的調整完成之後 我們對外應該要調整的調整 應該要盤點的完成 四月是不是一個可能的時間 我們看到有些事情就在我上任第一天就改 比如惠州豬瘟進來 第一天就改為前面檢查了 比如第三天我們就到銀行宣布 領錢已經不再像從前 所以這也都改了 所以不一定到三月四月 只要看到就是即刻 看到問題即刻解決 都希望在第一時間 那總的方方面面問題還是會有不斷 所以也 總是要有一個完成 本席是希望在四月以前 我們所有的民怨 我們做完了盤點 我們應有的配套跟調整 能夠在四月一天 我們能夠有個完成 好不好 用這樣來努力好不好 我們會整個 從每一項 有些不一定拖到四月底 有些可能要時間 要怎樣 我們會提出來 也希望大院支持 院長請坐 我們請陳明通 陳主委 陳主委 一面走喔 我節省時間 來請陳主委 昨天被罵得很慘喔 怎麼樣 我們真的要把特定的政務人員 到中國大陸去出境的時間 從三年要延長回十五年嗎 有嗎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其實這個的修法 是在我上任之前 我們知道 那最主要針對大陸 一大堆的我們的退將 跑去大陸參加他們的慶典 這個有愛這個國家的尊嚴 除了有愛觀瞻以外 也影響國際社會 對台灣兩岸關係的判斷 所以當初有好多的委員都提案 其實這是一個行為的管制 所以不是出境連線的管制嗎 不是 現在所有的誤解 包括所有的國民黨的委員 在罵我們的時候 都說我們要從三年的出境管制 改為十五年的出境管制 完全是誤解 我不知道他們是刻意的誤解 還是真正的誤解 無論如何 這都是一個惡意的抹黑 行為的管制嘛 所謂的十五年是指參加 政治或主權意涵相關的某一些政治活動 十五年內你不要去參加 但是出境的管制還是維持三年 並沒有延長對不對 沒有沒有 所以剛剛 至少兩岸條例的修法 這些方面沒有延長 是啊 所以本席反對 剛剛反對黨的訴求 他說我們的聲量太大 我們是網紅治國 主委 我倒覺得我們的聲量太小 這件事情被誤解 被罵成這個樣子 媒體登出來全部都是誤解 然後這樣子抹黑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聲量就是要更大 好不好 是的 我在這裡大聲說 這是一個有愛國家尊嚴的這種行為 這是一個行為的管制 不是身份的一個管制 原來管制的身份三年那個沒有延長 所以有影響到馬英九前總統 跟吳定義副總統 沒有 他們到中國去的年限的管制嗎 沒有 完全沒有影響對不對 沒有 好那現在很清楚了 另外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我心裡其實毛毛的 目前國民黨準備要爭取總統候選人身份的三位大佬 包括王建平前院長 包括我們的朱立倫前市長 以及我們的吳敦義前副總統 他們都在談一個問題 要簽兩岸和平協議 最下猛要的是吳敦義副總統 他說執政後就要簽 意思是如果國民黨重回執政 大概從現在算起五年內 兩岸最終局的安排就要確定了 把時間逼得這麼急 把兩岸和平協議搬上檯面 主委 我看心裡是毛毛的 這個事情到底是要急還是要緩 這總是我們的最高戰略吧 主委你認為是要急還是要緩 我想我們必須很清楚的認知到 1月2號 中共的國家主席 那麼習近平在有關 所謂對台這個告台灣同胞 40周年裡面是提到的 一個非常重要的 所謂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啟動這個要來探討 那這表示他推動統一的進程 已經開始發動了 還要搞什麼民主協商 修憲之後拿出習五條 然後這裡再呼應說我們趕快來簽 這是不對的嗎 所以我必須說全國老百姓應該 因為時間有限我要讓你看 我對院副總統說要怎麼簽 他的方法都找到了 他說要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規定下去簽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規定 只有政府委託像海基會這樣的機構去簽才算數 而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四條 第四二至二條 以及第五條以及第七十九之一條 這幾條都是規範到了兩岸協議相關的部分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 我們要知道喔 吳副總統說要依照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程序下去簽和平協議 其實就是根據這第五條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第五條的程序 這個程序是什麼 就是由政府委託海基會 然後去簽 簽回來三十天之內 報給行政院核定 送來立法院被查 而這個程序甚至於可以用秘密的程序來為之 主委 這行得通嗎 涉及國家主權相關的和平協議 兩千三百萬人生命自由財產是否能夠獲得保障的兩岸和平協議 竟然要用海基會去簽行政院核定立法院被查的程序來簽 胡敦義副總統要用這樣的方式來簽兩岸和平協議 然後告訴我們他重返執政就要去簽 主委 你怎麼因應這種局勢 三個候選人可能的候選人都主張要簽 朱立倫是由他的岳父開口 而他沒有絕對的否認 三個人都提到的東西 而要用的目前的程序 唯一就是兩岸人民關係第五條的這種簡便的程序 主委 跟委員報告 那個其實總統在元旦的講話裡面 已經特別注意到這一方面的事情 而且指示 由國安單位當然包括入委會 要去研議 怎麼樣一個強烈的一個人民授權以及民主監督的機制 來本席準備了一個方案 既然要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去簽 就是第五條的程序 那我們就來修第五條 第五條目前本席所準備的方案 第一個要簽之前的計畫 要由國會做事前的審查跟授權 要有三分之二的立法委員同意才可以去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簽回來的東西 國會要四分之三出席 四分之三通過同意才可以 第三階段要由公民覆決 由選舉人總額的半數通過才算數 尤其是其中如果是涉及領土 要用憲法程序來才算完成 至少至少要這樣吧 我不知道國安單位會怎麼樣去研議 但是至少本席想到的 你要去簽兩岸和平協議的話就是這樣嘛 主委認為這個修法需不需要啟動 謝謝委員 那我們會在一個適當的時刻 來提供這個修法 事實上今天民主經濟聯盟 也提出相關的條約地結法的修改 我們剩下17秒 本席這樣看 第一個修法以防萬一 第二個我不修贏得政權 來防止這種事情發生 兩件事情 我們擔在肩上是這麼重大的責任 好不好 是 謝謝委員 謝謝管委員 謝謝陳主委 下一位 我們請周城委員秀霞 質詢 尋答時間30分鐘 謝謝主席 請蘇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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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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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努力獲得肯定 再度容忍立法院的隔潰 行政院的隔潰 那德國IFO經濟研究院調查顯示 台灣從去年 下半年開始轉換到今年 台灣的台經驗的景氣中心也說 今年台灣的經濟發展面臨到嚴峻的挑戰 蔡總統在出席台商春節聯誼的時候更說 台灣今年將會面臨到很多的經濟挑戰 前天主席總處也二度下修了今年的經濟成長率為2.27% 其實景氣好不好 民眾跟這些店家是最有感的 依據院長你的經驗 你怎麼看待我們今年台灣的景氣 要如何把這個景氣 經濟景氣把它提振起來 讓民眾有感 謝謝委員指教 過去我擔任院長時的成績 是國人同胞和行政團對共同努力 極力懷願給我們很多的指教支持 非常感謝 那現今的經濟情勢 受國際經濟情勢的衝擊 尤其中美貿易衝突正在持續 確實有令人擔心的地方 也會有受影響的事項 不過 無論情勢怎樣變化 我特別剛才報告時 拼經濟的段落就特別講出 我們除了產業轉型5加2 各方面持續努力 我們一定就怎麼樣擴大投資 就是怎麼樣來改善各方經濟情況 政府 民間 各方都能夠持續努力 那有些時候有壞也有好 比如中美貿易衝突的情形下 中國的台商很想換地方 台灣是有相當大的環境和誘因 我們也在這方面做努力 那很多的事項 經濟部做這方面很多的努力 相信對提振經濟景氣都有非常大的注意 如果具體的事項 也可以請部長給委員報告 我來幫委員補充一下 具體的事項 好 不用講太多了 第一很簡單 因為時間很有限 現在中美貿易摩擦之後 這台商有所要回來 所以說 國發會有一個 歡迎台商回台投資的優惠方案 這個事項我已經分別去拜訪 我們這大間的優惠 他們盡量要回來 尤其資通信的業者這一波 都很適合 你看廣達 零百里 現在要投資八十億 他說你如果有土地給我 我自己要來扣衝 而且往高階的資通信的設備 比如說 保健 那個束縛器 Servo Story 這裡的整個 Data Center 資料中心 這裡的商業 他們都要回來 而且這是高階 政府的公營就是什麼 要怎麼解決 他要回來這些 所謂土地 人工 人材 水和電 這些我們都隨時可以保持燃料 沒有錯啦 部長講的沒有錯 其實影響台灣經濟最主要的三個因素 第一個就是 台灣第一大的出口市場 就是我們大陸的經濟走向 那其次是全球最大的經濟體 也就是美國的經濟發展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就是我們台灣自身的經濟政策跟改革 這個是最重要的啦 那政府為了減少依賴大陸市場 所以我們提出了推動了新南向政策 那院長我要請問你對於這個新南向政策 對台灣經濟貢獻有沒有達到預期的成效 你的看法呢 新南向政策推動以來成效著著 這個也是我們經濟上的道理 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 尤其當年有些到中國投資是因為 他的土地便宜 他的勞動條件比較好 以及他的污染要求比較低 這些都已經過去 那現在我們看到 我們整個在新南向政策的情形下 非常多的成績出來 這個具體的也可以請部長跟您報告 你認為成效著著 那就好 我們繼續看 好 尤其你現在看我們現在透過 我們跟新南向的國家 會合作的機會 你看泰國、外南、菲律賓、印度、印尼 這裡都有很具體的性格 我打個比方 譬如說 菲律賓這裡 我們現在已經要簽投資保障協定 投資保障協定 如果能夠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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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大家的期待 如果能夠更好 這如果簽這個協定 這很好 所以我們現在努力 正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政策 所以可以跟他們簽這個協定 這是很大的突破和進步 那再來談一下我們的這個離岸風電的鈍購匯率 原本是從5.8元降到5.1 後來又從預定的5.1又調升到5.5 是什麼樣的原因造成這樣的轉折 還是說會炒的孩子就有湯來吃 沒有這樣 我跟委員報告 這個離岸風電 目前世界各國在發電離岸風電 它有兩個定屬在行 第一 這個打開四個時 因為它的這些埋頭基礎設施 這裡要風險比較大 海中在蓋電池 所以介紹要合理 所以要有跟一般的電鍵要更高 所以叫做鈍購電價 這個鈍購電價呢 我們跟世界各國都差不多 那從5.1 調升到5.5 英國5.7 英國5.7 地國5.1 我們5.8 甚至於日本9.8 所以我們跟國際的行政都一樣 那原本是要調降到5.1 又回到5.5 又調到5.5 那你一年怎麼多多少錢 這裡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裡我們第一 我先說國際行政 我們都走這樣走 而且外國是走18到13年 所謂的增加2.5 我們是已經6年了 我們2025 你告訴本市一年會增加多少 現在你會在擔心說 是怎麼這個介紹他這樣 介紹我們這是尊重 鈍購電價的費力委員會去審查 審查還是最起初 這個過程不要再講了 你告訴本市 我相信他就是說有一些國情不一樣 你不用再說 你告訴我這一年會增加多少 多少 沒有 我告訴我 我跟大家報告 對5元買降下來5元半 降下來5元半 這是所有的 對媽政府時代到副政府時代 這回是勞最大的 所以這是節省 我們最怕的就是 你一年的支出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現在可以說大家都把5元半 這個來跟2元半在比 屬於這一個是政政跟鈍國天 這不一樣 現在不要比 我現在是要了解說 那你一年多支出了多少 你看20年 我們一千二十年 20年會不會造成 我來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要有合理的 身份關聯 人家外商比較管理 把資金跟技術拿來 你如果說介紹不來 你人家就不來 所以整個事情都不發生 我們現在力電這是很重要 我們要外銷的是 綠色供應鏈 來問我們外銷的請說 你生產過程中有用力電嗎 所以我們力電要有一定的比例 兩聲請說 不然你要外銷的影響 我來跟你問的 你都沒跟我說 我是在問你說 這樣一年會多支出多少 沒有啦 不是多支出 因為我們要發行這個 立案風電 我一定要合理的計程 合理的計程 合理的計程 這是節省公檔 好啦 合理當然要合理 但是你重點都不打 我也不再追問了 以後我們在委員會 再慢慢來討論 那去年的這個乙和氧綠 跟火力發電的年減1% 這個兩個公投案都過關了 但是經濟部也沒有去理會 仍然是決定說 合一要如期除益 合二跟合三不言義 合四不重啟 那這就形同2025年是自然會合囉 那這樣已經通過的公投 可以怎樣不尊重全民的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目前公道齁 你現在在說的那個就是 定義說 在2025這個退出電力法 我現在要說的就是 為什麼要公投 不是要尊重全民的決定 是不是 不過我們怎麼有處理 這個就把那個旗程 廢掉我們有處理 但是現在大家就聽到說 合能有基礎為什麼不要用 不是我不要用 是無法用 沒有現在大家所質疑的 就是說公投已經過了 那為什麼不尊重全民的決定 問題在這裡 不是喔 沒有公投意義在哪裡 現在可以說 要用核能 要地方有辦法接受嗎 第一 我們現在合二長 現在那個螺子裡面 燃料棒拿不出來 燃料廚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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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所謂的乾室儲存設施 我們新北市政府不准 沒辦法蓋了 所以刷不出來 刷不出來之後 刷餐廚 新的燃料棒不可以 所以不可以發電 所以 不是我們不用 是地坑這裡 百條的嘛 好啊 在這裡我們不能夠 很詳細的做一個論述 現在和山 民眾管理政府也說 他們的地坑鄉親 不要接受 那我再請問喔 像經濟部說 2021年台灣會面臨到缺電的危機 你知道這個話一出來 讓這些工商企業界 對於這個缺電危機 跟未來的店家 可能涵漲的問題 有多煩惱你知道嗎 沒有 我來給委員報告 第一例 就是說這個工島 工島就是把這個火力的發電 這個年減一趴 這個要求 這個要求 在這個公投法 就是兩黨的規範 那你兩黨來說 以我們來努力 是可以脅迫 但是第三黨 準備就這樣 因為火力發電 暫比是八十六趴 燒透透 跟天然氣 八十六趴 這減一趴到二十三億度 第一黨二十三億 第二黨四十六億 第三黨六十九億度 這樣一直減下去 基本是怎樣 有基礎在那裡 有基礎 但是法規規定 折一五倍怎麼樣 限制發電 有設備在那裡 不是我不法 這是法規給我白痴 但是兩黨過沒問題 法規不再約束了 我們會來做什麼 穩定公電 這沒問題 這大家放心 好啦我也肯定部長你的這個誠意跟能力 你真真我們都看得到 我只是希望說民眾的一些疑慮 像我們公投過關了 大家所質疑的就是說 已經過了 那為什麼不尊重全民的決定 這是大家的質疑 沒有啦 這就是 可能的東西我也要用 那地方那裡沒辦法 不是我不用 沒辦法用嘛 這要讓大家知道 那接下來我要問一下中油的事情 這個中油油消事業部 在台十五縣五十三點五K的 這個土壤跟地下水的污染整治 那現在已經十八了 現在還是沒有辦法把它整治完成 浪費了真的很多很多的公堂 那這裡面到底是什麼原因 是規劃失當呢 還是檢測不實呢 還是合約設計不當 還是說人謀不章 我來給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中油是害者 那就是油公去用微空去汙染 汙染之後去給市政府 通市政府說 這你就是變成整治的所在 所以說中油就啟動一個價位 這個價位已經有抽象在用 針對今年1月17日的這一項 整治緊急應變計畫 可是他私下卻只找了一家 曾經整治失敗的廠商來議價這個問題 本市要求應該要調查 是否有符合採購法規範 以及有不當的情勢來發生 會後再提供相關資料給本市 做參考並來說明 這個會後再來談 後來韓你請回 經濟部長你請回來 再來針對兩岸關係的問題 蔡總統在元旦發表新年談話裡面 提出了四個必需三道防護 同時在出席台商春節聯誼的時候 更強調我們從來不反對兩岸交流 兩岸的爭議應該坐下來談 共同來化解爭議分歧 也是總統一向的信念 可是這兩年多來兩岸是零互動的 大家都看得到 零互動要如何來化解爭議跟分歧 這個我和委員報告 其實兩岸台灣是充滿著善意 一直我們就希望 大家在對等尊重互惠互利的情勢下 好好互動 但你看到的是中國的領導人 他是毫不客氣 直接就講明 九二共識就是一個中國 就是一國兩制 還要提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不是在台灣不互動 是在中國要併吞台灣侵略台灣 所以守護台灣主權是台灣人民一致的要求 我們希望中國還是要善意對待 不要只是一心想要併吞台灣 這個是最違反台灣民意跟台灣利益 作為政府絕對守護主權 作為政府對於兩岸要互動 從不反對 所以我特別也希望大家看到 我們蔡總統提出四個不必需三道防護網 後說到民意高度肯定 所以也希望有關人士 特別是政治人物公眾人物 言行還是要以台灣利益為最優先 謝謝 好那我要請問院長 我們總統始終他是說 沒有接受九二共識 也堅決反對一國兩制 那院長 你要提出什麼樣的新論述 來作為我們兩岸交流的基礎 你一定要有一個新論述 要不然兩岸交流基礎在哪裡 我覺得中國我們跟他這樣幾十年了 論述都沒辦法 什麼論述 你就說你統一一個中國 都不用論述 他最開心 但我們能夠這樣嗎 我們絕不容許 而他已經講明了 他現在已經是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啟動了 而且還要啟動去所謂的跟各界和平協商 那就是當年中國內戰的時候 中國的那種統一戰線來了 所以我們作為今天兩千三百萬人 所負的責任在身 我相信全體國人過民主的生活 大家能夠今天在台灣 這麼樣子的安全 這麼樣子的努力 絕不容就在我們這一帶 被中國拼吞過去 而且你看看中國再怎麼有錢 中國再怎麼繁榮起來 你看他的再大的商業人士 一天就可以不見 他的再漂亮的電影明星 隨時說關就關 也不知道關在什麼地方 所以不要想他那裡有錢或者繁榮 不要想錢而忘了主權 所以今天我們守護台灣主權 絕不讓步 我們可以善意互動 我們充滿著善意 還是希望中國尊重台灣的善意 也中國不要害怕民主 相信今天中國這個樣子 就如同當年我初踏入政壇 國民黨也是一黨獨大 也是用戒嚴 控制著台灣 但今天整個打開了 好不容易走到這裡 我想院長你就要發揮高度的智慧了 因為這個新論述來做兩岸的交流的基礎 這一定要有盡管的地匯 才有法導人想出這個方案 但這也是不能擠的 沒有錯 那我本席在這裡建議 你是不是尊重1992年的兩岸海基海協 韓電網來所達成的這一段 雙方同意的歷史文字 我唸一次給你聽 就是關於一個中國的意涵 雙方同意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用這個文字來做基礎 是不是我們兩岸關係才不會繼續惡化下去 兩岸也才有可能和平發展的這個 這個基礎 哪會當各自表述 你看看 國民黨這裡的大股小股 起到那一句問問跟他講 管能不能我們還是要努力 哪會當 哪會當講 就公開講 不像習近平在過年就剛才講了 說一國兩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哇 那個變成爺 當然我們不承認 但是我們還是要努力 不管有多困難 我們還是要努力 當然 我們努力守護主權 我們努力表達善意 希望中國也做為一個大國要有信心 不要對著這麼小的台灣2300萬人 整天喔 只想說台灣這塊土地 要想想台灣這2300萬 已經過貫民主自由生活的人民 這才是民主 好 再來關心一下 我們這個在國際海洋法庭 在105年7月的時候 所裁定的太平島四郊飛島 所以也因此 讓台灣作施了200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 這一項裁定 院長應該知道啦 知道啦 這一項裁決最主要是根據 國際海洋法公約的第121條 認定太平島不能維持人類居住 或其本身的經濟生活 海洋資源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政府長期以來 對東沙跟太平島 並沒有什麼樣的經營跟開發 為了避免四郊飛島的這個裁斷 也為了東沙群島200海里的專屬經濟海域 本席要求政府一定要有一個清晰準確的思維 而且要好好的去經營跟開發東沙群島 是嗎 跟委員報告 有關於太平島的這個問題 我們在2016年的7月49號 在經過高層會議之後 我們已經做了非常鄭重的宣誓 我們已經宣誓了 經營太平島的這些基本的原則 包括尊重國際海洋法公約的精神 大家必須要坐下來 針對不同的這個部分來進行協商 共同來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必須要共同來開發 我想在這個原則宣誓之後 我們也針對太平島這個科學研究 或者是和平的用途 我們已經做了非常多的這些事情 包括有科學家到太平島去 或者是說在那邊進行搜救的演練等等 那有關於東沙的問題 這個沒有主權的爭議 東沙島就是我們的 以上跟委員報告 謝謝 接下來我要關心一下 這是我長期以來 非常關注的農業跟農民的問題 那針對國有林地的部分 這個農民所種植的農作物 在58527 那個時候登記的時候 大概有12872公頃 那經過了三次的補辦清理 在民國66年 78年跟97年 這三次的補辦清理 核準的部分不到10% 核準的部分不到10% 那針對國有林地補辦清理登記 這三年來本席要求過多次 行政院跟農委會要研議再次補辦清理 那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是主委要答覆嗎 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去年的10月跟11月 我們都有召開三次的這個會議 我們會盡快來辦理 那特別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有把林業林地的政策做改變 我們現在有在推林項經濟 所謂林項經濟就是說 在政區外的時候 會對符合生態的時候 他可以從事一些農業的生產 包括現在的養蜂 我們可以讓養蜂到林地 因為那個是跟自然生態 我們已經開放了 我們的林地底下 比如他可以種一些咖啡 我們還可以讓咖啡做產銷履歷的登記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要來加速辦理 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說明是我們有針對實際上 不會影響水土保持的相關的 這個保安林的部分呢 我們有開始來解編 我具體舉例來講 像台中市太平地區 全部都是在做整個琵琶的 那我們跟地方政府共同合作 會讓實際在保安林地上面 從事農業生產 而不會影響水土保持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再盡快地辦理解編 讓農民的這一個跟作的部分更有保障 因為這個攸關到成豬林地湖口為生的這些老弱農民的這個權益跟生計 本市要求行政院在四月底以前能夠合定來辦理 我這是在這裡為農民來請命 我希望院長跟主委你們也能夠苦民所苦 這個疫景地區有一些果樹 很多果樹的問題 根據了解林務局將在疫景區收回林地 並扛罰80公頃的蠻果樹的問題 如果是這樣子做的話 我認為這不是一個好的計畫 因為如果這樣的話 你損及農民的生計 又破壞水土保持 這不是好的價位 所以如果屬實 我是希望暫緩處理 等到清理要點跟實施計畫 合定以後 讓農民有一個申請合法租用的機會跟管道 讓他們有飯可以吃 有事可以做 這些農民數十年來 這些果樹可以種在那裡是數十年了 已經數十年了 裡面有一些種植的果樹 這就關係到我們造林樹種的問題 有碰甘 有牛德 也有改良過的這個艾文等等 這些都是牽連到這個造林樹種的問題 我希望這個部分 主委你也要清楚的告訴我們 到底哪些可以哪些不可以 是不是造林樹種可以增加 你像那些山仔改良跟土山仔 那它有什麼不一樣 它有什麼不一樣 它有什麼不一樣 造林樹種改良過的就不是造林樹種 那它有什麼不一樣 主委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那委員報告 我們處理這個林地的這個原則 就是說如果不是所謂的 爛肯爛用的這個部分 我們在處理的時候就會比較有彈性 這第一個原則說明 第二個針對所有 爛肯爛用的部分 你說爛肯爛用的部分 就是關係到我們 現在計畫要清理的部分 你如果要清理 清理是不是要放寬 因為我們這個幾十年 這幾十年來才清理過三次 那清理三次的時候 有時候當時的這個資訊 是比較不發達的 所以有很多民眾都不知道 去定義啦 有很多都不去定義 所以我是怎樣 請我們行政院 請我們農委會說你要緊 這個辦理清理 清早在四月分進場 來用的好洗 要趕緊 因為你們預計 要在玉責區收費八十公頃 不管是找也好 收費也好 就是預計八十公頃 那你趕快把它清理完畢 到底我可以繼續整著嗎 這是農民很擔憂的問題 這個問題 我請行政院跟農委會 你們要加速辦理 好不好 好 沒問題 這個案的部分 我們就要了解 那不是個案喔 這是全國 是全國的清理 但是你說的八十公頃 浴金的部分 因為所有沒法當用 通案就是 大家所在的林地井的樹種 跟果樹的各種樣態都不一樣 那針對那個 這是全國的問題 我知道清查是全國在清查 但是你剛剛有講到個案的部分 我們會另外個案來瞭解 好了 你想這個 我們過去 暫緩收費的部分 台東那裡 就有做一個 設計的專區 那 那 苗栗厚龍也設了西瓜專區 我是希望說 獄警的地方 如果可以 是不是 暫緩收費 而且我也希望說 能夠適合耕作的這些農地 我們也 因為獄警是芒果的故鄉 是不是 我們也來做一個芒果專區 是 我們在推的時候 就是有針對像我剛剛講一些 國有林 如果解鞭以後 他的前提就是用專區的方式 生產來配合 比如說 剛剛的琵琶就是一個專區的方式 我們在台東各地也都是這樣來辦理 所以獄警的那個部分 我們會去了解 確定不會影響水土保持的時候 那當然就可以依照 他的一個芒果的專區來執行 好好 那 因為時間真的很有限 剩下兩分鐘 來 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農經局翁副局長 現在已經留職庭薪去接任北農的總經理了 那按照這個 人員留庭的辦法 我想 他 留職庭薪應該是沒有違法 但是因為是留職庭薪 所以副局長這個職缺是不能補人的 那農經局所管理的農議會信用部 高達有三百多家 他業務非常多 這個人也很大 那少了一位副局長 會不會影響他的業務推動 如果委員報告 第一 那個翁總經理他很專業 所以在整個公務人員的 留職庭薪辦法 完全符合人事規定 這第一個說明 第二個 你告訴我會不會影響他的業務推動 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讓他變成是非主管的位置 我們農委會還有一些參試期間 所以將來農經局的副局長 我們會再補食一個 這第二個說明 第三個 如果未來主改通過的時候 目前啦 來我想問的就是 目前他大概兩年喔 那個總經理任職還有兩年喔 他這兩年如果任總經理 他這個委員會影響到他的推動 絕對不會 因為現在農經局 如果要 好 如果要是不是代表說 這個農經局不需要兩個副局長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我就要建議了修改農經局的組織條例 一個就好了 副局長 一個就好 那委員 現在農業部要成立的時候 農經局跟輔導處合作為 變成農民的輔導服務所 到時候就是一個副局長 兩個副副局長 所以這部分 配合主改的時候 每年一月來 已經會變成這個方式來操作 所以這是為什麼 第一次我們沒有將農經局的副局長去捕食的原因 第二次我們現在會將他本來的這個 謝謝 這位是否好經歷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這位是否好經歷 這個姓火董指警長 他幫他一個人會來的一筆分的總理 這句就是一筆分的同端 還涉及會選 而且據了解 他的大學事情 還涉及到慶祖 這樣 老公就先了 可以 我是說 我現在要的 要做你 那裏 有話 要做得到 好 謝謝周城委員 謝謝蘇院長 好 再來我們請洪委員慈庸質詢 尋答時間30分鐘 謝主席 我們請行政院蘇院長 蘇院長 院長 首先我想昨天華航的事件剛圓滿落幕 那的確這個事件就像林部長所說的 這給我們的社會上的非常寶貴的一刻 不管是勞權意識或是勞資的一個協調的一個部分 那當然在整個問題的處理的過程當中 我們不會在問題的處理的當下去追究誰要來負責任 但是這件事情的確是造成了不管是消費者 或是資方 勞方或是政府的一些損失 那所以我在這邊我想要請問 當這件事件落幕 院長 你覺得這件事誰應該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謝謝 有關華航罷工事件 喜宜雙方對相關問題不同意見 勞資糾紛 所以我們在第一時間就已經掌握 那這個問題我們很期待 能夠由相關部門來隨時掌握關切 那這個事情最後能夠平而落幕 我們很感謝各方都有妥善表紗意見後 理性圓滿處理 那我也特別感謝陳其邁副院長 明我之命 然後率同交通部林部長 勞動部許部長 隨時都掌握 甚至在半夜談判的時候 他們公務員很多第一線也都在第一線 所以老實說非常辛苦 但有人說我們神隱 其實在第一時間如果官員跳出來 並不是最好 所以這件事情過程 我們都品持第一 非常安全 第二 勞動條件優化 第三 公司競爭力不能減少 至於這個過程真的相當多的辛苦 兩位部長及相關同仁盡心盡力 最後能夠圓滿 包括鄭文燦市長 都盡了非常大力 我非常肯定 感謝他們 所以院長你現在的回憶 讓我覺得說好像沒有人應該要為這件事情負責 但是我想要提醒院長的是 這件事情罷工不是必然要發生的事情 這個不是我們事後 再來說這件事情是不是 當時候我們有一些能力可以去阻止它發生 來減少消費者的不便 其實我想在前些日子 有一些朝野的立委 也有點名部分的人員高層 認為說這次之所以最後會形成罷工 是因為全面的跟勞方來採取這種交途的一個談判的策略 所以最後我信的造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我認為這個行政院有必要要去檢討 因為你們畢竟還是最大的股東 在華航的這個資方這邊 你們還是最大的股東 那當然我也支持剛剛院長講的 你們沒有聲音 當然沒有聲音 因為在協商的過程 大家直播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 勞動部在做什麼 那當然昨天的直播我也有看 許部長說勞動部一直都在 勞動部一直都在 但是這一件事情是勞之爭議 但是我們的勞方很有趣的是 去指定了交通部 指定了這資方的股東 來做這個主持的這件事情 院長也覺得這件事情荒不荒謬 其實這個勞之舊溫 勞之雙汪 我們資方及上級都管機關是交通部 勞汪我們勞動部一直都在 而一直都盡心盡力 那怎麼樣子角色 怎麼樣子來出來 怎麼樣子才能做到最快能夠露目 最小的傷害 以及剛才我說三個目標都是我再在要求 那幸好最後有達成 當然造成很多旅客在春節 期間的不變我們也覺得很遺憾 但如果因此事件 能夠知道有哪些地方還不夠好 或者是怎麼樣才能更好 這個事後我們一定會來檢討 那現在因為剛剛落幕 很多事情要後續處理 所以對這些處理的事情 我們會要求相關人員都一定做到最好 那也林部長許部長他們也都都 除了所有同仁也都會都管相關工作 當然院長你所說的 誰出來協調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事情趕快解決 那昨天我想我今天一早看到一個新聞報道 他說這個勞動部的劉次長 最後一天出現了 那這件事情就很快的落幕了 那為什麼第一天不出現呢 那我要乾淡 所以這就很奇怪 如果說最後一天 我們的這個勞動部的劉次長 他出現了 我們就可以盡快讓這件事情默默 那我們的勞動部 為什麼一開始不請劉次長趕快出面來協調 好這件事情呢 我想就如同院長講的 後續加以檢討 因為未來還有可能發生 尤其是我們工部門的這些工會 未來我們不曉得還會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我們希望在事前的溝通跟協調 能夠把它做好 勞動部交通部各個單位部門 之間的一個協調的狀況 不要跟勞方採取全面的交土策略 因為這對任何人任何單位都沒有好處 好所以這件事情我在這邊提醒 那再來我想要兩位部長可以請回 接下來我要問的是說 在剛剛院長的這個書面資料裡面 您的施政方針裡面有提到 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轉型正義這件事情呢 也在年前發生了 政部長被一位資深藝人打了一巴掌 這件事情大家都非常的氣憤 轉型正義這個議題呢 其實又浮出了檯面 大家又在討論這件事情 那我們也才意識到說其實很多的台灣人 他對於轉型正義這件事情 他把它定位為去講話 或是去中國話 他這麼樣的簡單去解讀這件事情 那院長你是怎麼樣解讀轉型正義這件事 我覺得作為一個人 如果你平常講話被人家冤枉 你看你是多氣 同樣道理不只講話都已經會這麼氣 如果一個人他過去因為被冤枉 或者被政府暴力 被他整個受害官區 關下勞里邊或者其他種種 你想他本人他的家屬及相關 是多麼希望有一天能夠獲得正義 那另外一方面是 這些過往這麼多年的歷史事件 真的需要來當社會國家 到了開放自由民主時 大家好好的來檢視 然後讓冤區得到平緩 讓正義獲得聲張 最後希望不再要有相關的事情再發生 然後大家向前走 這是轉型正義最要做到的地方 同時留下相關的資料記錄 來讓相關的事件得到正確的評價 這我不但認為必要 而且我一直都是為這個在做努力 但因為這個事情 同樣在這個國家這塊土地 這個時候不是說 緩過來好 當我變成我是有利的一方 或者怎麼樣 就緩過來要怎麼樣子來 就這個來算什麼賬也不是這樣 而是反而是呈現真正的真相 不是去要做哪一件事 不過如果那個人或者那件事在當年 經過現在的檢視 在歷史定位上 應該有公正的評價是這樣 這不是要去做什麼去講話 或者去什麼話 不是這樣 沒有不是那麼簡單 也不是只做那件事 不是要做那件事 而是整個社會發掘真相 那瞭解事實 回復正義 向前走才是真正目的 好來 院長 當然你這樣講 當然我們都很清楚 那當然我們如果要講 就是國家過去可能做錯事了 那我們要去平復這些 你剛剛所說的冤屈 然後還給這些當事人一個清白 或是一個真相 那當然我們如果用簡單一點來講 我們要去除過去的這個黨國體制的一些威權 好 所以這是我們應該要做的 我們也非常支持 時代力量絕對支持這件事情 但是過去一整年 其實促轉會因為一些風波的影響 造成現在外界對於促轉會的一個立場的一個質疑 那接下來我想228又要到了 這是促轉條例通過第二個228 那也是院長您再度回任這個行政院長的這個第一個228 那接下來你在今年有沒有什麼 具體的目標要達成 在我剛剛講的轉型正義這一部分 我想最最重要看到委員所標示出來的去威權話 這是真的 當年那個威權如果沒有走過的人不會感覺到 我們是真正走過那個時代 也真正是幾代台灣人的犧牲勇敢才打開民主大門 今天大家再也沒有那種恐懼害怕 再也沒有威權壓在我們頭上 這是多麼難得才走到今天 所以我特別的說 今天好不容易去威權了 我們要好好守住這個 並且健康向前走 也不是再也不是再去製造危險 所以我一直也反對 都是強淫落 重爆寡等等 所以未來要怎麼做 就那些事情應該怎麼樣子 才能讓台灣向前走 是我一直往這方面努力 每一件事件都是一個功課 我們過去還沒有做到的 努力一步一步走 我們未來就是要去威權 護民主守主權 就是要這樣做 好來 院長 因為在提到轉型正義的時候 其實我一直都非常的期待 行政院能夠重視另外一個議題 也就是過去在軍中人權的轉型正義 其實我上任之後 其實我就已經把這個軍院條理已經提出來 那現在一直都躺在 當然在立法院裡面 那因為行政部門有不同的意見跟想法 所以這個案子其實一直也都沒有相關的一個進展 那如同剛剛院長所說的 我們要做的轉型正義 所以是我們要能夠感受那些受到冤屈的人 受到委屈的人的一些感受 我們要去平復這些事情 如果我們沒有給軍中 過去在這些軍神法裡面去受到冤屈的人 一個再救濟 或是一個再發學真相的一個機會 那其實我們的轉型正義就不完整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說 院長是不是能夠在這邊承諾 我們這個案子能夠請我們的羅秉承政委 能夠召開跨部會的一個 法案的一個協調跟研究 因為這可能需要法務部 那也需要國防部一起共同來推動 所以這部分是不是院長能夠在這邊做一個承諾 羅秉承政委 那相關的事情是應該怎麼樣做 或者相關是哪些事項 我想如果是涉及到這一方面 有需要政委出面 有需要政委出面 我會指派 那我是真正 也當過兵 我真正在預官的時候 我還當過軍法官 我還當過辯護人 所以我真正知道整個軍隊當年是怎麼樣 啊怎麼走過來 那今天我看著軍隊 看著我們的軍隊的領導人 其實各個都民主素養都非常高 整個軍隊體質跟制度 跟當年真不可同日而喻 而大家也知道 台灣的民主是真的從各方面都來努力 所以軍隊裡面很多的制度改變等等 其實都在貴院的監督指導立法相關作業下 都其實已經非常有水準 那軍隊裡面的訓練上課 種種方面 我相信部隊的長官 在國安部的督管帶領下 其實都是往這方面在走 我們有信心 但如果真的有哪些過去的冤案錯案 或者現在還發生了什麼事 我相信部長他們都一定會非常重視 我們一定會第一時間會妥善處理 對於現在我比較沒有那麼擔心 但是過去就如同我們在討論轉型爭議 過去這一些他被冤枉的 或是一些可疑的案件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處理它 我們希望我們做的轉型爭議是全面的 而不是挑我們想做的來做 所以這部分我在這邊也特別請求我們的院長 那接下來我想要進到經濟的議題 關於工廠管理輔導法 我想這個議題 其實我想院長應該也非常的了解了 最近很多的團體也很多的單位一直在反應這個問題 在105年的時候 我在這邊質詢林全院長 跟當時的黎世光部長 我就已經提醒了 109年6月2號 這林登的期限就要到了 所以林登要到了 我們那時候有4年的時間 可以好好的來輔導這些業者 趕快轉型 趕快合法 有7400家的業者 請問現在合法了幾家 部長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來說的話 林登就是等於 取得他在所謂的建管跟環保這些 現在最重要的是 有過 他都做得比較高驚 所以 效果是沒有明顯 所以 3年多的時間 沒有什麼成果嘛對不對 那去年年底 因為大家也在害怕說 109年就要到了 如果我們這個法沒有修 那接下來這些林登工廠要怎麼辦 所以去年年底我想 部長你也在經濟委員會也 已經有做出承諾說 這個會期 會把你們的這個草案送到立法院來做審議 請問現在版本到哪裡了 我來跟委員報告一下 大概幾件事情 這個 衛登的工廠 關閉到環保 經濟發展到就業的潛意 這其實是真的要怎麼來共創雙贏 所以說在行政宜加張錦森政委 已經開過六百年 看部會會議 會議後 也知道是明年六月 大宣告了 所以說 朝著大家要怎麼來面對的問題 第一例就是 定義說 其實我們長也在也在討論 要怎麼來 訪祭新增的那些萬個出來 再來 你告訴我說你們的版本什麼會進來 因為現在所有的業者 跟所有的公民團體在關心的就是 經濟部的態度跟版本 什麼時候進到立法院 什麼時候立法院可以審議完畢 就這樣 這個我們在這個 現在這個會期 我們他們的版本會上來 他們的上來我們答應這裡 在這個會期的最後一天才送進來嗎 沒有 這個我們都要努力 因為這關係到三贏 這真的 因為我心裡我跟委員報告 我上禮拜禮拜 我又全天去討論 跟夾者座談 我知道我有看到你的臉書 我有看到相關人士的臉書 我知道你很關心這個問題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是 我時間來不及怎麼辦 下一個會期是預算會期 那在下一個會期你再修 你很多的施行的細則 你會來不及6月2號 109年6月2號 所以大家在煩惱 所以我 是不是請書院長 能夠承諾一個時間 什麼時候會讓行政院的版本 來到立法院 會員你放心 這個問題不是一天的啦 這也不是一間啦 當我做省議員那時候 就開始討論這種問題啦 今天全國已經八萬間啦 暫地一萬四千公頃 這個政府會讓我們怎樣 讓這些拼經濟 認真的業者 有辦法 可以存活 但是要怎麼過公 不要再 一直有新的 還是不要再 怎麼去崩壞 這我一定會創一個版本 送給我們大院 這裡的業者 都讓大家 不超過啦 做得很打拚 我都很鼓勵啦 來 所以 我在這邊要求啦 因為院長還是不會承諾我一個時間 這個審議一定會需要一些討論時間 尤其這個跟環保有一些關係 所以 我們希望經濟部 現在二月份開議了 你可能三月份 三月底之前 如果你沒送進來 我就怕後面審不完的啦 所以 這部分我們也要求經濟部 趕快把你們的版本送到 立法院裡面來 你們的內部跟農委會 跟內政部之間的協調先做好 不要到立法院裡面 還有不同的意見 所以這部分 我在這邊先做一個要求 那再來 剛才有說到 我們這個能源轉型 一月三十一號 我們部長馬屋 針對這個議題在說明 這大家都知道 就核能 現在我們在沒有任何的 最終的處置的場地 那以及我們沒有辦法去處置 最終的這個高階的合費的時候 我們是沒有辦法再去用這個核能 這是大家都可以知道的事情 雖然有一些人 他不願意去面對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 你講到以後 我們的工商團體 就有提出了一個建議 他希望說核能轉備用 請問一下院長 我們有這樣的選項嗎 沒有 沒有 好 所以如果工商團體在講 我們不會因為壓力 而有備用這個選項 我不會講謊話啦 所以你可以算嘛 合一合二合三合四 是個怎麼樣 情形就在那裡 過去也因為政策錯誤 才會浪費那麼幾千億走到這裡 那到現在 後續問題沒有辦法處理 所以我們尊重公投的結果 電業法已經修改 宋大院並已經宣告會址 至於 電 我們怎麼樣穩定供電 也都尊重公投結果 在公投的效期內 我們也都照辦 而核電廠 那核一早已過期 核二情形等等我就不細談了 反正這個核電廠 不只是我們為黑核家園 努力的心意始終不變 而事實狀況 縱算有想要用核電廠 其實也自愛難行 所以我很明確地講 就是沒有 好很好 我們也期待聽到這樣的一個 這個回應 那再來就是我們要問的是說 既然沒有核電了 我們的再生人員 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替代方案 那如果我們的離岸風電 他沒有接上來的話 那我們接下來要怎麼辦 我們有沒有失敗的空間 部長 這個一定要使命必打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 離岸風電可以看到 我們等過電價也把它定下來 籌設許可也弄 然後備案 然後再來跟台電的 這一個所謂的這個價格的簽約的部分 現在都在進行中 所以沒有失敗的 所以現在呢就只剩下 開發商 趕快去走他改走的路 所以沒有失敗的空間 那之前跟彰化縣政府之前的卡關 現在問題解決了嗎 那都改改了 都改改了 沒問題了 好啊 那剛剛 而且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示範性計畫 120MW 現在 開發商要用6MW 一幾個 總共二十幾個出來 所以您現在和世家業者 都已經達到共識 他們會繼續 沒有中斷的這個問題了 他們之前說要再評估喔 現在我看 現在 像一間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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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所以他要給時間去評估 其實路線都在 要怎麼走下去的方向 所以部長你在這邊是承諾說 這個不會跳票 你隨時有什麼問題都會來找我們 我們保持很好 好 謝謝部長你可以先請回喔 接下來我要問的是我們這個 額虐的問題喔 那這個是一個非常嚴肅的問題 那之前院長也有說 這個是人神共憤天理不容的事情 那我們要好好的保護我們的下一代 這是我們政府的責任喔 這些話 我想很多的父母都非常的擔心 是不是我們政府能夠做得到 那當然我要問的是說 短期的策略衛福部 部長有說在春節的時候要啟動這個關懷的防治專案 那現在執行的狀況如何 在春節前我們執行六歲以下兒童主動關懷方案 那也跟警政相關的單位一起合作 所以這段時間算是相當的平順 那未來會持續來執行這樣的方案 好來因為我們想要知道的是你仿視了哪些 那仿視的結果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我想會後可以請衛福部 再針對所有仿視的結果 再提供詳細的資料 因為我們時間非常有限 那發現四個我們有轉介了 OK好來接下來我問的是說 當然之前因為拖嬰中心跟幼兒園有一些的一個虐童的事件 所以那時候部長你有跟地方政府達成協議 要公開這些違反的一些人員的資料 以及採法的狀況 那我去對了一下這個資料呢 其實我覺得我非常的詫異 因為這個是我們整理出來的 22個縣市目前只有9個 有9個縣市是沒有公佈這樣的一個資料的 是沒有專區或者是說他沒有 專區裡面沒有資料 那其他有的像台北市 他104年到108年他只公佈了13件 那新北市呢他只公佈了108年的資料 那更多的是他有公佈的縣市 但是裡面資料是不完整的 所以這些資料我們加總起來可能幾十件 但是我們一年的受虐兒的這個人數 有將近7000人 有將近7000人 所以這個比例其實是很不合乎常理的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喔 這些資料你有沒有看過 那你有沒有提出一些指引 沒有相對裡面喔 這邊他裡面是應該是那個網站在登的是 應該是我們的拖嬰中心 或者是我們的有受託的保母裡面 所發生的一些相關的案件 而大部分在這裡送託的 基本上都是照顧比較良好的 所以那個案件相對的少 至於在發生其他很多案件幾千件那個 基本上都我剛講說六歲以下受光帆 有些是戶籍沒有的戶籍禁制登記的未成年的父母 矯正所裡面的人沒有打預防針沒有健保等等 那些人相對的比較多 所以在網上看到會稍微少一點 好來部長因為我看到這數字我覺得 這個我不太能夠理解 所以我希望你們能夠再仔細的去看 統一格式跟統一詳細的資料的公布沒有那麼困難 過去勞動部在針對於這些違法的雇主 我們也要求他做一個專區 他就可以要求每一個縣市提供完整的詳細的資料 讓需要的人來做一個查詢 我想父母更需要這樣的一個資料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承諾 回去好好的檢討這專區 要求各個縣市提供詳細 而且格式一致的資料 這個我們會來檢討改進 不過現在我們是這個資訊系統 是給地方政府對於消極資格不適任的 我們就不聘任 那有這樣不適任的情況 我們就有退場機制 現在是對於地方政府直接在督導 各個托營中心 還有我們的居家托育的人員 接下來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我直接問到 當然預防很重要 通報也非常重要 最後我們才是來做處罰 那當然 預防我們現在靠的是社工 人力不足的問題 我希望衛福部好好的繼續檢討 因為現在的工作量 這些社工已經無法負荷了 那你接下來你要他再多做 在這個社福中心要再多做事情 我覺得還是很有困難 那通報的部分 我知道教育部部長有說要給予一些獎勵 我也希望不管是警察或是社工人員 或是醫事人員 都能夠給予通報上面的一些獎勵 來讓他們更機婆一點 來協助這件事情 那最後我要講的是犯罪處罰 因為我想在我們會期開始之前 不管是行政院的書院長 或是我們立法院的書院長 都講說我們這個會期開始 我們要趕快來進行修法 額虐的修法 那當然這一條就是在刑法的286條 那這286條呢 當然就是刑度的提高 以及增加了這個 凌虐自重傷跟凌虐自死的一個行動 都把他加進來了 好 那我要問的是說 院長 你也是法律的專業背景 您認為說 我們把這個條文修過了之後 到底對於兒童保護會有多少的幫助 法律的重罰當然會達到相關的惡指的效率 但這不是萬全也不是因為有這樣 就額虐會嘎然終止 額虐的問題方方面面 從關心到通報到查氣到瞭解 一直到整個社會網絡的建立 其實才是更重要 進一步 怎麼樣子在第一時間防止悲劇發生 那個時間點也很重要 所以剛剛我在大院報告裡面講到 多一份關心少一個傷心 所以這一個怎麼樣子在社區 在學校在鄰居怎麼樣子發覺 以及對於有岸的高風險家庭 相關的執法或者是工作同仁 包括中央地方 能夠多加以關心 其實是非常必要 所以我覺得 無法不足以自行 重罰固然可以達到相關惡制 但重要還是關心 來院長你講的完全同意喔 因為我告訴你 在我們286條上一次修正之後 我們經歷了將近七年的時間 只有14件是用286條來起訴 那當中呢 只有一件是有罪的 那這件有罪的呢 只判了六個月以下的刑期 所以我們要說修法到底有沒有嚇阻效果 其實我們在過去這個案例裡面可以看得到 所以我現在要求的是 這個刑法的修正案已經一讀了 那接下來要到審查會來審查 我們要要求法務部 在進到審查會之前 你們先要做通盤的檢討 針對這樣的修法 我們到底還有什麼 好 好 報言會 謝謝持庸委員 謝謝蘇院長 以及各部會首長 報言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二時三十分繼續開會 進行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質詢 請現在休息 呻哩 治庭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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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忙